地平縣 期待黎明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地平縣 期待黎明 這邊有個城鎮欸 這就是在這個 之前看到的這個城鎮 文章孔門的 算是對面吧 我們過去看一下 我原來是這條路喔 我好奇這條路是通去哪已經好奇好久了欸 從剛開始到紫武城的時候 我就對這條路感到好奇 喔 這樣回頭看紫武城還挺棒的 看起來這邊也會有個大門 可以進自武城 哇喔 又是一個意外頗大的地方 欸 豬圈欸 豬圈欸 怎麼會是養這種豬 怎麼會是養這種豬 這明明就是山豬啊 野豬 應該要養白白胖胖的豬 風雅一點叫做起 做起 我就沒有辦法撿草啦 我要沿路一邊撿草 這邊好像有一些需要 需要我的幫忙 卡爾加吧 卡爾加 這邊是卡爾加 跟對面的文章狗們 相比之下 繁榮上許多 一樣是在港口 可以看見對面的文章狗們 看看這寫什麼 最日歷史 最日歷史 光芒陛下選擇在古老的遺跡之上 新建要塞 因為他認為 古人選擇遺跡地點 必定是看上了此地的戰略價值 古人建築使用的是平滑異常的灰色石塊 以及雕琢怪異的金屬 此類結構一概拆除或被新蓋的建築掩蓋 地下層也被密封 只有石頭組成了競技場 或許在以前是舉辦某種未知儀式的場所 得以在原地保留 成為駐守軍隊的訓練場 那個是那個吧 發射太空基地要發射火箭用的場地吧 我可以喝藥水無霜 肉味不夠吧 我之前喝一喝肉就沒了耶 千鳥我來了 嗨嗨巧克貓 藥塞的建築工人與士兵都十分懼怕 太陽在入夜後落下的那片大地 但藥塞修竹完成的高牆堅不可摧 在光芒陛下與他的最高祭司 無可反駁的帕莎們在太陽猛烈的注釋下 將這座藥塞命名為墜日 在太陽 在陽光照耀之下 一切都十分美好 沒有人質疑閃耀的巴莎 遞得太陽王的謹慎 也沒有人反駁他 總有一日會再見到哥哥的希望 但他在在位期間 西方從來沒有出現過重大威脅 隨後的三個世代也沒有 不過記錄顯示 這日的守軍與許多 在鐵修之地出沒了土匪與蛙寶家作戰 另外無盡焰火也出現在 出現過危險的巨怪獸狂奔 隨著時間過去 這日慢慢從一般人的記憶中消失 直到第十一位太陽王在位的六年 第六年閃耀的馬奇德親自前來視察要塞 在沙漠的艷陽下 光芒陛下獲得了一個幻象 其中一座裝飾華美的塵塞 金屬原頂閃耀著光芒迎接朝日 並且在日暮之時抓住太陽的最後一絲光線 他立即下令太陽王國請駐索支援 興建此塵塞 釣水買得到 喔 用錢就換 這好像是可以的辦法喔 要塞大功告成之後 光芒陛下將其定位下功 許多太陽宮廷的王族貴族與工匠隨之前來 逐漸製成一座城市 誕生許多偉大作品 例如 沙丘兼長頸錄的首難 古銅山峰的季節地毯 以及悲探燈山之翼等 石頭競技場成為各種華麗表演的場所 年輕的獵火士兵或獵人之家的鷹 在此展現太陽主宰機器的力量 最日在太陽王國文化中 首要地位持續多年 直到馬奇德太陽王在自己 鍾愛的塵塞中早逝 在眾人互送他的遺體 回到英俱塔的路途中 一排不間斷的火把一路鋪下 鋪到日出大湖 保佑太陽王國在宜林時 不分日夜都走向光芒 以前是這麼的一個大城鎮 跟紫武城大概有得拼的感覺 你的雅蘿伊已經是小富婆了 不用馬草為生 脫離村姑的命運 不過慢慢走有好處啦 就是看風景啊 逛這個世界 做得很漂亮欸 世世王國的弟弟閃耀的西瓦斯 全身貫注復興太陽王國的軍隊 所以老太陽王駕封後 最日歷史重要的第一章 重要的一章也隨之畫下句點 第十三位太陽王吉朗在位初起 暗影尚未蒙蔽他的時候 沙映古經歷一次天氣惡劣的季節 吉朗爾文這股強勁的風暴連 盔甲上的裝飾物都能摧毀殆盡 於是他下令輕衛軍的精英士兵 都要在此第一沙漠中受訓 並將這批士兵命名為準戰士 其中最惡名昭彰的準戰士西利斯 就是第一批在此遭到太陽與沙石淬煉的戰士之一 訓練到崩壞 太陽王吉朗在位第十五年 太陽王認為太陽競技場獻祭 已經不足以平復機器的狂潮 於是親自主持最日競技場寫之洗禮 他命令準戰士用長矛驅趕一具活捉的巨怪獸 任他在競技場践踏歐瑟蘭族 與烏塔魯的奴隸 當劇怪獸轉而攻擊準戰士 太陽王隨即起立宣稱 太陽如此慷慨 不會計較獻祭的祭品是否擁有信仰 於是最日進入了恐怖的年代 競技場獻祭不斷 在眾人的謠言中 成賽成為全無光芒之地 許多太陽王國的優秀子民 被帶入成賽的大門 隨後消失無影 宛如烏入西方境地一樣 太陽王吉朗在位末期 最日已經脫離太陽王國全體控制 全然落入準戰士與最高祭司掌握 因此之武城解放後 仍然終於吉朗的勢力 自然會前往最日尋求庇護 這座要塞在軍事上可說是無限可擊 但要塞與日出大火力一側 封爛土地全乏連結 因此極為貧困 於是在14位太陽王閃耀的亞維德在位 第一年川方人持續陷於僵局 醉日依然屹立不搖 當初休逐醉日是為了保護太陽王國 不受西方暗影蒙蔽 但現在醉日 全摸藏著更邪惡的暗影 也就是狗活在其中的卡爾加人 有了解 原來是醬子的一個眼鏡過程 醬子那邊的城也長得蠻漂亮 就非常合理 因為他並不是像我想像的 就是醉日人人被放逐之後 他過去那邊建造 而是在更早之前 太陽王就在那邊建造 我甚至少在最好的時期 尤其是因為我常常會 送給那些需要的東西 你擔心一些果子嗎 最好享受它 之前有人跟其他人走開 有人被偷了嗎 對,差不多每天 不足夠讓我閉嘴店 但確實有足夠讓我傷害 你找到獵人的証明嗎 只有一些古老爺 在鑰廳房間裡 沒有太多 說不定幫了上門喔 為什麼警察看著它 警察罵了野生命 但我相信他們會相信 我相信他們會有更多 關於一個女人 和她的活動 你會相信有人嗎 我已經認識了很多人 從小時候 我認識了很多人 沒有人都會刺激我 為了食物 你也想要討論其他人 但是... 不會掏食物 但是... 卻會犯其他罪 是什麼樣的罪 我懂得調查 我可以找到獵人 真的嗎 謝謝 謝謝 你可以開始在我的房間裡 走到河 有些人必須緊張 去拘捕 而不是問我 我會找到什麼 我會找到 我會來這裡三次 我會想找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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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找到 我會想找到什麼 我會想找到 明太趕羅伊 偷寶相仙 你倉庫門也不關 這樣大家會被拿 這段是要跑去哪 薑草 蛇花 牙 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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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叢里有水果就醒了 就像我想到那种腐烂水果的味道 我还蛮不喜欢那个味道的 以前去一些山场啊玩的时候就还蛮容易有那种味道 沿路掉耶这个小冲 为什么会堆在这里 到底想要干嘛 这个小偷也太神秘了吧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订阅切脑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